外焦脆 里松嫩 酸甜适烤 大糕脆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锅包肉 来 用心做好菜 吃出健康来 肉 处理一下 8至10公分长 厚度呢 让它达到4毫米 至半公分厚 才好 这是一块里脊肉 用梅花肉 后座肉做菜饼都可以 7片 14 15 16 17 18 这个18片正常的饭店 就是这么大的量 加上碗 你再多放上点 4片 5片呢 这样啊 5片 这样 拍一下 这就够到了 先把它放到碗里 做个葱姜水 加上这些盐 看好啊 搓 搓那么个五六下 一块 姜汁 葱汁 出来了 发滑了 我这个是黄酒 在这块儿放上三分钟 让这个味儿再往处释放一下 现在呢 有的老师傅呢 里面愿意搁点花椒面 或者呢 放上点胡椒粉 都可以的 咱们呢 啥也别放了 你就按我这个做 你要是有这个材料油 就是最好了 没有 实在没有 放上0.3克 少放上一点 这味儿是非常好的 但你不能吃出麻来 花椒味儿多大 那是不可以的 好 现在咱们调的是 糖醋汁 又叫碗汁 满满一勺25克 再来一勺呢 一两 一两米醋 加上9度米醋 放上二十二三克 酱油 调一下色 哎 可以了 白糖 一勺 两勺 大致是六十克 大致是六十克 小沫香油 来一滴 把那个蒜片 给它 加到碗里 适量的盐 碗糊 加味精 你不能加大 朋友们 看 看看 这么一摘 就可以了 放到这里 不能往这里放 第二个环节 第二个环节 刷酥 加上淀粉 大致是三两 加上油 一勺 四十克油 往里加水 入去 牛let 六 三 ير 高 美 这样 朋友们看好 这样拌进来 这回行了 保护正好 把这个筷子 朋友们看好 挂下骨 这样 下锅一掌 好了 这就不错 拿起来变哩哩啦啦之后 只躺溜 就可以 一片一片的往里下 看看 这起这泡好看不 好看 好看就能脆呀 看看 那小泡 起泡就不崩 接着往里下 把这糊你给它挂均就行 剩糊 放里多少 淀粉就给它挂上多少 就叫什么呢 标准 一起啊 都下锅里炸 这是两锅 三锅的啊 让它硬一硬 脆一脆 看一下这个颜色 朋友们 这没有炸好呢 炸好露肉的地方 枣红色还漂亮呢 现在等待这个温度 重新蒸到六成半 你七成热 再往里下 现在下可以了 炸至外焦脆 你松嫩 就可以啊 炸至需要两分钟 有味电 来 拿出这块你看一下啊 这就叫枣红色 整体再看一下 你就知道好不好吃的 好看不 好看 好看就好吃 来了 现在呢 先把这个 煮料下里 把这些小料 这样下锅 开始翻拌 看看 好像吗 这样就要活干啊 这味才棒呢 啊 好了 除草 看看 就这些根 没有根 这就可以 好了 这都挂在 煮料上了啊 好看 还得好吃 朋友们 看一下啊 四则艳丽 外焦脆 比松嫩 酸甜 适口 来 朋友们 看一下 大大碎 好了 今天我们的菜饼 锅包肉 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 下方留言 谢谢 各位观看